你一个人走夜路很危险的 我就是想知道你进不进急 我都担心一天了 你进急了吗 我进急了 那就好 那这么晚了 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 我自己回去就行 那你小心一点 嗯 怎么了 要不我今天晚上就住在这儿吧 嗯 我一个人害怕 嗯 这 这不太合适吧 哎呀 有什么不合适的 我是真的害怕啊 可是我 我这儿就一张床 没关系 我可以睡脸椅 上次你不是睡脸椅了吗 嗯 你 你是不是不想让我在这儿 嗯 哎 那我就在这儿住了 哎 哎 那还是我睡脸椅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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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理 请清个字 好 小李 以经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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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李 你还没恭喜我呢 恭喜你什么呀 我金八强了 挺高兴啊 满足了 你有什么好满足的呀 剩下的人越少 比赛越残酷 没拿冠军 教我什么呀 是是是 余剑里 问你个问题 你觉得剩下的人 你最抗好谁呀 别人不好说 但你和张三比 我看好你 为什么呢 因为上次 在袁水瑶家楼外 你跟我谈到 你对张三和袁水瑶的看法 我觉得 咱们俩是一类人 大龙 你这个人啊 表面是看 吊儿郎当的 其实你是一个 非常正的人 张三跟你不一样 张三很聪明 表面上看傻里傻气的 其实这个人 目的性极强 骨子里就不正 大龙啊 比赛到这个时候 非常的关键 你不能松歇 我告诉你一句话 邪不压正 你放心 我一定会努力的 努力怎么够啊 比赛中间有什么问题 你一定及时地向我回报 保证比赛的公平 公正 是不是 行了 余经理 有什么情况 我一定向你回报 嗯 但是你要记住 我做的这一切 也是为了比赛 当然 我了解 成 您忙着 好 小赵 我们来到电视台了 对这边的环境啊 秩序啊 规定啊 这方面我们都要遵守 这是我们公司形象的问题 好 同志各个部门 抓紧时间落实 嗯 去吧 提醒你 怎么样 都等您呢 好好好 笑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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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在外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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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听我说一下啊 是是 听我说一下 那个今天我们 来到这个演播大厅呢 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呢 是让我们评委 能够给大家一个公平 公正的这么一个评判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这几个 选手会分为四个小组 我们会到不同的地方 去进行商业实战 但是我们的评委呢 不可能同时地 看到你们分别的表现 所以呢怎么办 我们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每一小组啊 都会派一名摄影师 就是跟踪拍摄 全程地把你们比赛的 过程录好 然后第一时间呢 传输到我们这个 评比大厅 我们这评比大厅 有几个大屏幕 这样呢 评委就可以通过 我们这个大屏幕 同时地看到 你们分别的 这样的一个表现 可以给大家一个公平 公正的这么一个 比赛环境 来 苏良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这些问题 细节都注意好了 余经理 我没上过电视啊 你说该注意点什么呀这 你这领带呢 大家注意了 尤其是 我们让观众看完了之后 有一个短信投票的 一个形式 从你们的这个 比赛的过程播出之后 观众就开始投票 所以你们的一言一行 都非常的重要 你把那个领带 都给我系好了 你不是一直在化妆吗 我领带呢 直接影响到晋级是吗 对 直接影响到你们晋级 好 张三 你这个领带会不会打呀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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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帮三个打 我这会 我是熟 又有你自己的领带 还没打好呢 天悦 你过来帮张三 把这领带打好 我领带呢 谁叫我领带呢 你们给我藏下来了吗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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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边啊 各位选手请跟我来 请大家站在肖像的旁边 那么 这边的选手 站在你们肖像的左边 这边的选手 站在你们肖像的右边 好的 那么 今天呢 我们比赛进行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大家看到了 我们为什么来到这个演播厅呢 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呢 是大家请看我 身后有几个大屏幕 这几个大屏幕呢 是要你们在这次比赛中的全过程 进行一个录像 然后呢 直接地转播到我们这个演播厅 让我们三位评委呢 第一时间看到你们的比赛过程中的表现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目的 还有一个目的呢 还有一个目的呢 是你们这次比赛的整个过程 我们要进行转播给广大的观众 这样呢 让社会对我们 凤凰杯美丽人生超级珠宝像大赛呢 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掌握 也是一个点评和审核 我希望各位选手 能把你们最好的一面发挥出来 好吧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目的 好 接下来呢 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三位评委 这三位评委大家都很熟悉啊 第一位呢 是我们凤凰珠宝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孟一浩先生 第二位呢 是我们凤凰珠宝有限公司的 副总经理 袁水瑶女士 第三位呢 是我们北方地质大学矿物研究所所长 徐凤华老师 有请 好的 那接下来呢 有请我们凤凰珠宝有限公司的 总经理孟一浩先生 给大家下达这次比赛的任务 有请 你们这一次的任务 是销售我们凤凰公司的珠宝产品 我们将把你们派到我们公司下属的四个连锁店 你们销售的珠宝产品都是一样的 价格都有著名 最终呢 以销售额来界定你们的比赛成绩 哪一组销售额最高可以直接晋级 都听明白了吧 明白了 好 那接下来呢 有请我们凤凰珠宝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 袁水瑶女士 下达一下这次比赛的规则 有请 这次商业实战比赛 从上午十点钟开始到下午六点钟结束 八点钟回到这里进行评比 我要强调一下 商品标签任何人不得修改 这次比赛公分为四组 每组两位 成绩最优秀的直接晋级 成绩最差的被淘汰 剩余的四位选手由我们三位评委 根据临场发挥情况 选择三位选手晋级五强 比赛过程中不得使用任何通讯设备 不得动用已有的社会资源 这次比赛呢 还会有比赛监督全程陪同 我们的摄影师 会把你们的全过程拍摄下来 如果有违规情况 直接取消比赛资格 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我明白了 好 下面进行抽签仪式 分组后 比赛正式开始 这就是你比赛用用的边 强强联手 晋级无忧 赶紧比赛 这是你们要销售的珠宝 价格都在上面 这会谈呢 是专门为你们开闭的 你们要遵守正常的营业规则 和我们的比赛规定 都有违规 我们将向评委会汇报 明白吗 明白了 那就开始吧 嗯 好 好 还有一个二楼呢 过去看看 好 上去看看 嘿 大总 你说 咱们怎么销售啊 是分还是一起销售啊 这样吧 我们俩分楼下做 我在楼上促销 你在楼下促销 你行 行 那加油啊 我上去吧 加油 哎 你们可以开索 嗯 谢谢 好 谢谢 那 咱俩分分工 分工 嗯 怎么个分法 你先选 那 那我选挂七二和耳环 好 戒指是我的 不过 如果要分工的话 我还有一个条件 你说 就是 门口那个柜台你得给我 没问题 没问题 从现在开始到下午三点之前 整家店都是一家 整家店都是我的 整家店都是我的 对 我的工作从下午三点之后开始 我现在 休息 赶紧来一下 我有些事情跟您说一下 好 苏亮 看看MD12805的是哪一款 MD12805是 是这个 这个这个 对啊 它的介绍在这儿 好 看看 它是薄金的 它的首饰纯度一般为95% 95% 就是说18G黄金的为75% 是 18G黄金是75% 咱这 它是95% 它是95% 它是75% 18G黄金的是75% 它的首饰重量 比18G黄金要多出三分之三分之一 它的要比那个黄金的要多出三分之一 对对对三分之一 咱们俩从头 从头留下了 不满直观点 您可以随便看 有什么需要您可以随时找我 我随时为您服务 两位小姐 您好 别走别走别走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们不是在拍电视剧 我们也不是在搞什么跟踪偷拍 我们是在进行一场比赛 这是实况录像 再说了你们长得很漂亮 为什么还怕镜头呢 漂亮女孩天生都不会怕镜头的 我说的是实话 你们长得真的是很漂亮 如果你们再能 在我们商店能挑几款很好的东西 配在你们身上 那你们更是光彩奕奕了 二位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我们就是想挑两条项链 项链是吗 有 那 这几款就是我重点推荐的 请问您什么星座 双鱼 双鱼 双鱼是吧 双鱼做的女孩最多愁善感了 您平时是不是多愁善感来着 没错吧 我猜对了吧 您肯定多愁善感 您这种性格的女孩 我给您重点推荐是这款 您知道为什么我给您推荐这款吗 这款项链是旅游客钢型的 您知道什么是旅游客钢型的吗 像您这样多愁善感的女孩 您是需要坚强的臂板来保护您的 那么这款项链就是您 坚强的臂板 而且我觉得您今天的衣服 跟这款项链非常的配 您什么星座的 我也双鱼 但我特理智 一点都不多说善感 是吗 您什么血型 A A型是吧 对了 双鱼做A型血的女孩 就具有两面性 为什么这么说呢 您给人的感觉是什么 您知道吗 您非常的坚强 刚毅 您是个事业型的 但是您事业型的女孩呢 您又粗中带细 您是又非常优雅 您是不是生活中特会照顾人 对了 我给您重点推荐这款 这款项链 就是非常有气质的女孩选择的 非常高贵 您看到吗 现在流行的非常棒的东西 都是非常简单的 戴在您身上特合适 您的气质戴得特别合适 您看看 跟您的衣服多配啊 您们再看看 买吗 买吗 您呢 先生 如果您对这两款 还不是很满意的话 那您可以看一下 我正佩戴的这一款 不知道您太太的脸型 是不是和我的脸型一样呢 我太太大蓝美女漂亮了 先生您过奖了 她的脸型宽一点 那先生您可以看一下这一款 这一款呢 和我正佩戴的这一款有一点相似 比我佩戴的这一款要长一些 它可以让比较宽的脸 显得比较窄 比较圆润 您看这款可以吗 不错不错 你说呢 我看可以 以后如果买猪包首饰的话 就像您那样模特展示 我们不买也难拿 先生您真是过奖了 先生您看您这位朋友 都给自己的太太 选了一款首饰 那您是不是也应该 给您的太太选了一款首饰 给她制造点生活中的小惊喜呢 都老不老气的了 还有什么惊喜呀 先生 这么说可就是您的不对了 其实女人不管到了多大岁数 永远都只是个小女人 她都需要自己的丈夫在生活中 偶尔给她制造一点小惊喜呀 小浪漫呀什么的 先生您看一下您就选一款吧 这些都是新款 好好好 行 那你们先看 我去给您开票 好了 今天呢 销售额最高的那人呢 我个人啊 我个人奖励啊 奖励 两百啊 两百块钱啊 听见没有 两百啊 对还有 我现在又决定啊 再多追加 一顿大餐 怎么样啊各位 有没有信心啊 有 好 我们喊一下我们店的口号啊 来 听好啊 预备 开始 够太白黄金 祝一生好运 加油 好 大家干活 努力啊 来 小刘 拿杯水 好 咳嗽 我跟你说啊 这个做生意啊 一定要动头脑 知道吗 要努力利用什么呢 人力资源 要大量利用这些人力资源 对对对 这样呢才能成功 知道吗 对对对 以后跟我学着点 终于工作啊 好的 没关系 我喜欢这条呢 这条也是今年的新款 戴上特别雅气 你觉得怎么样 好像不适合你 不适合你 那 这个 你看这个怎么样 这是今年的最新 最新款的手帘 特别好看 没关系小伙子 你让他带试试 不买没关系的 没事 别走啊 这位小姐 来 我向您推荐一下 这边都是薄金的 现在就流行薄金了 您看这款怎么样 您一定还不了解薄金 我给您介绍一下啊 薄金呢 它是一种十分稀有的东西 所以说它的价格 就比黄金要高出很多 要高一点 对 薄金的首饰纯度一般为百分之 百分之九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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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给黄金的是百分之 百分之七 它是百分之七十五 百分之七十五是不是 对 而且它的这个密度要比黄金高 高高高 你看看啊 这个十八给 它的价格是 不对不对 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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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刚才让你看 让你赶紧介绍价格 忙糊涂了 而且它不是百分之九十五 是百分之七十五 对 舅舅先生您别害怕 这是摄像机 我们正在现场直播美丽人生的比赛 您知道这个比赛吧 是的 正要搞珠宝的促销 我 我会买 没关系吧 没关系 当然没关系 您可以随便看看 看到什么喜欢的告诉我 都可以试带的 您坐下看吧 您坐下看吧 好好好 您请喝水 谢谢 谢谢 我要是没猜错 您是想看钻石戒指吧 是送给心上人吗 太好了 先恭喜您 谢谢 谢谢 有没有喜欢的 我 我再看看 这几款我不太喜欢 您可以看看这个 这个是美丽人生比赛专用的 现在都是促销价 这几款啊 可拉小一点 价格呢 比相对来说实惠一些 其实我挺理解您的 年轻人现在结婚也挺不容易的 又得买房子 又得买车子 又得拍婚纱照 又得筹办婚礼 得花不少钱呢 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 靓励而行 我觉得这个钻戒啊 价位是有高低的 但实则没有贵贱之分 送给心上人 主要是送个心意 您说对不对 您可以给自己 先设定一个心理价位 大概是一个什么档次的 其实任何一个价位里面 都可以找到 自己喜欢的款式 其实我觉得这一款都不错 你看又不是很贵 您看好了 我再送您个包装吧 好 包得漂亮点 好嘞 给她个惊喜 好嘞 我想再买一个 再买一个 对 因为今天你的话 确实说到我心里去了 说实话 今天白天我去了很多珠宝行 他们都看我买不起贵的 都都对我 正好我妈妈一直想戴一个戒指 我顺便帮她去买一个 那我应该谢谢您 我一定帮你选个好的 陈天宇 陈天宇 你干吗 你还玩 我都寄出汗来了 你不着急啊 着什么急啊 你还真等到三点才开始工作啊 这不还没到吗 你疯了你 不用担心 一会儿有一个惊喜 清洗 陈天宇 你能给我 怎么了 按照您的费物都已经准备好了 好 在哪儿啊 在这儿 好 来吧 看看清洗 就是这一款 好 很好 谢谢 但是 这就是你的惊喜 对啊 别急 天宇小姐 你们好 你好 你好 本店新进一组神秘款式的戒指 下午三点限量发售 仅售两个小时 五点停止销售 不好意思 现在不能打开到 这是我们之星推出的一款神秘专戒 要到下午三点 这不能开上了 抱歉啊 这个是很很爱你系列的 要到下午三点到五点准时发售 哦 这个是我们秦林经典的最新款式的 在美神秘传戒的宣传册 你可以看一下 可以先看一下吗 抱歉啊 这个真的不行 来 再给你一本 你要想看 可以下午三点准时过来 哦 要不咱上里面看一下吧 我就想看一下了 真的不行 要不然下午三点再来 行 那咱们三点再来 好吧 慢走 再见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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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看一下 这是今年的新款 这中间淘心是最新款式的 不喜欢这个 不喜欢 那 那这个呢 这上面全是淘心 让你男朋友送给你 表示他对你的一片爱心 没有男朋友 没有男朋友 来 这个 你看 这上面全是宝石 我觉得戴上的特别漂亮 来 来 我给你戴一下 来 没关系 没关系 没关系的 你可以戴试一下 不用了不用了 你别走了 小姐 有点热情过度了 行警官 怎么了 来 张三 我们今天来呢 是有点事想请你帮忙 什么事 李安年被我们逮捕了 他想见你 他怎么了 什么 非法倒卖古董 非法倒卖古董 张三 我知道你们是最要好的朋友 李安年现在手里有一笔赃款 但是他拒不说出 这笔赃款的下落 我想请你跟我们去一趟 劝劝他 让他把这笔赃款交出来 好 可是我现在在参加一个比赛啊 我 我能不能等比赛完了 我 我再过去啊 我知道 可是医院已经对李安年 下了病为通知书了 啊 是这样 今天早上对他做了一次抢救 他现在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如果你现在不去 恐怕你这一辈子 再也见不到他 天哪 他什么病啊 脑癌 而且已经是晚期了 我 我 我知道了 张三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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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了我怎么办 不是 那边快死人了 我知道 你又不是大夫 你去了又救不了他 咱俩在比赛 你知道吗 你走了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 我怎么办 不行不行 我肯定得马上过去 不行不行 你肯定不能去 不是 人命关天的事情 我不跟你开玩笑 我知道 但是你也不能去 我马上回来 这是在比赛 不是在做游戏 我马上就回来 比赛监督 出一点大事 紧急情况 那边死人了 那这个 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 我们也得去一趟 我会即快回来的 好吗 不行 不行 你不能去 我不跟你开玩笑 不行 人命关天大龙 我不跟你开玩笑 不行 我给你走 张三 我告诉你 你做人 做人不能太自私 但也不能太无私 你要把这个比赛弄黄了 我跟你没完 来 叔叔 婷婷 就这儿 进去吧 你不能进 老李 你怎么成这样了 坐下 你看我的样子 是不是意外事容了 都这会儿了 你还开玩笑 我活得这么失败 早死了也好 早死了 早抄脱 你别这么说 你说你有病怎么不早茶啊 不说这也没用的了 算了 我有点很重要的事 你得帮我起办 什么事 你说 好 这屋里 没有警察吧 没有 就咱们俩 好 我的 村子比起 村主 这儿 就在那个 东郊飞机的工厂里 你知道那个地方 就是一进门 是土地下 你哪把钱取出来 孙儿啊 你记住我 这钱不能交给警察 也不能给婷婷啊 就你拿着 婷婷啊 婷婷啊 马上就要上大学了 你呢 按时给她交学费 只有婷婷上完了这四年大学 我就放心了 你记住了 我听清楚了 那 那 呢 那 我再说一遍 一定不能交给警察 只要交给警察 听听见下的日子 就没法过了 我就是死了 也不会瞑目的 答应我 三儿 答应我 我答应你 我一定会照顾好婷婷的 来 怎么办 对不起 等一下 婷婷婷 婷婷 你别太难过了 爸爸现在生病了 这个家就靠你了 上完高中你就是大人了 你一定要坚强一点 你要撑起这个家 还要照顾你爸爸 叔叔 我知道 我会照顾我爸爸的 有什么需要你就找叔叔 找经理官也行 大家都会帮你们的 对 我们都可以帮你 那你先去吧 我跟赵太叔叔一话说 怎么样 他收费那笔账款的 下落了吗 他现在的情绪很不稳定 有很多情况也没有落实 让你给我点时间 我能想想怎么劝他 你放心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会帮他的 也会帮你们破案的 好吧 张三 我知道你也是个明白人 跟他又是最好的朋友 在这个事情上 怎么是帮他 怎么是害他 你心里可要想清楚 我知道 好不好 好 我等着你的消息 好 那我先去比赛了 对不起 耽误你比赛了 抓你去吧 没关系 好 谢谢你告诉我 好 走了 好 现在几点了 到时间了呀 就是啊 咱们开吧 开吧 不好意思 我们 不好意思啊 现在还七秒钟 这样吧 大家一起数了 五 四 三 二 一 五 多钱啊 八 多少钱啊 这个多少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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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大老 咱们俩多少了 你还知道回来啊 我现在上了你的心都有力 我说两句啊 今天大家表现得非常不错啊 那个项链啊 挂件啊 还有你们耳环这儿啊 销售成绩都非常乐观 不过呢 这个工作总有一个最好的嘛 没有得到奖励 也不要灰心 不要灰心啊 明天 明天 我请大家搓顿好的 今天比赛要成功不了的话 我跟你没办 我们还有时间 不到最后一刻不能放弃 瞎说 你知道现在还剩多少时间了吗 半个小时都不到 我知道 我知道 我跟你说 我就知道 您要不要 想买点什么 我想给她选择这种 我不要再试试 来 来 要不要试试这个项链 怎么样 艾姐 你那儿怎么样 不怎么样 费了不少口舌 可是成效甚微 现在买首饰的人太谨慎了 艾姐 我看是不是你心太急了呀 我当然急了 销售盒上不去 咱俩怎么晋级啊 咱俩一定不能输 你听我跟你说 千万别着急 怪不得 有我在呢 我跟你讲讲 我跟你说 今天我们楼上卖多少钱 我跟你说可没话 干什么 谢谢 那我就装起来了 谢谢你们 好的 谢谢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再见啊 赶紧开单子啊 多少钱 一万零两百 刑警官怎么又来了 来 我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所毕所长 他就是大三 毕所长 今天你为了帮助我们耽误了比赛时间 我们心里都很过意不缺 这不 我把所里要结婚的新人都带来了 我命令他们必须在你这儿买戒子 也算是对你们那点补偿吧 太感谢了 太好了 你好 毕所长 我叫福大龙 我是张三一组的同事 不过 我们干准查的你也知道 没有多少钱 只能尽力而为 你也别宰得太狠了 哪能呢 来来来 这边请 这边请 您放心 一定给你们挑选最好的 怎么样 你看看 贝勒一晚上 你说 我刚刚记的是百分之九十五 我又说成百分之七十五 这些数字也太难记了 人家都是怎么记的 我也不知道 我昨天晚上一直在背呢 算了 收拾吧 准备力一晚上 成这样 您说这两个拿好啊 其实这两款各有特色 时间快到了 还有两分钟 警察同志 能不能能快点 我们马上没时间了 这样吧 都别挑了 听我命令 让张山做主就行了 张赛 你是专家 你替他们挑选就行了 这 这不合适吧 合适 我说合适就合适 行 那这样 我按照你们三位 刚才给出的心理价位 帮你们选最好的 好吗 你别放心 好了 谢谢你 三哥 快点 没事 去拿单子 快 好 快 快 快 刷卡 刷卡 单子马上开给你 四千两百六十 您有密码吗 没有 好 拿单子 您签名 好 先到 您得到 谢谢啊 祝你们幸福 谢谢毕所长 今天全亏你们了 我们的相互帮助啊 张赛 你也知道 我们想让你做什么 希望你也能尽力二维 我一定尽力二维 那我们走了 谢谢啊 谢谢刑警官 张三 老李的仓库 要被查封了 你是不是在那儿住啊 我已经跟我们毕所长说好了 把你的东西暂时 放在我们所里 你出口去拿一下吧 好 有地儿住吗 有 你放心 张悠啊 那我走了 谢谢啊 再见 我今天早上一出门 我的眼皮就跳了 我觉得自个儿要倒霉 没想到我这霉呀 倒到你身上 行了 比赛结束了 走吧 走吧 有请评委入场 有请评委入场 有请 好的 巴翔的选手都已经回到了演播厅 大家辛苦了 那么在评委做出点评之前呢 我想请问一下各组的监督员 你们是否发现你们负责的选手 有违规的行为 好的 第一组 没有 第二组 没有 第三组 没有 第四组 没有 我觉得第四组啊 也就是张三跟傅大龙这一组 在比赛过程中呢 有违规行为 有违规行为 没有 有违规行为 大部分有什么问题呢 没事 知道了 你能说得详细点 好 就在比赛快要结束了几分钟的时间里呢 有好几个警察呢 到珠宝店买了两万多块钱的珠宝 其中有一个警察明显就跟张三认识嘛 所以我觉得张三啊 在比赛过程中 动用了他的人际关系 这是违规的行为 请第四小组的监督员做一下解释 好的 我说一下吧 我们组的张三呢 确实和其中一位姓刑警官之前认识 但 张三没有主动去联系你的刑警官 刑警官来 比赛现场呢 是和张三有别的事情 跟比赛没有关系 其他组的选手也有 偶遇熟人的现象 也购买了那个珠宝 所以 我觉得张三呢 没有一定和他的人际关系 带氏 对不起啊 好 我还有个带氏吧 各位评委啊 是 没错 张三我承认这个 摄影机呢一直跟踪你拍摄到医院 可是这里面有两个疑点啊 对吧 一呢是 你进到病房这十几分钟 摄影机并没有跟踪拍摄 第二点呢 是你从病房出来以后 你跟刑警官你们两个人呢 悄悄说了几句话 我们也并没有听到这谈话 之后刑警官就带了好几个人 到珠宝店去买珠宝 所以我就认为张三啊 是利用了刑警官这个人际关系 他这是违规的行为 我说完了 好的 那么张三你做一下解释好不好 我来解释一下 刑警官来找我 是因为我的一个朋友 一个老朋友 他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警察来找我呢 是希望我能够给他们一定的帮助 提供一定的证据 大家都看到了摄影机一直一直跟着我 我那个朋友是我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了 在我很困难的时候 他曾经给予过我帮助 他为什么在医院里呢 是因为他被查出来得了绝症 现在已经危在旦夕了 所以在这个关键时刻 刑警官他们要求我必须去一趟医院 所以我就到了医院 到了医院以后我进了病房 也就是跟我那个好朋友说了几句话 事实上他是在做他的临终的嘱托 跟我交代他的后事呢 我在那个时候根本不可能跟他提到 关于比赛的任何事情 我也不可能要求他给予我帮助 他也没有给我什么帮助 那出来以后呢刑警官来找我帮忙 是希望我给他们警方提供一定的帮助 所以出来以后跟刑警官说的事情呢 也是关于这个 因为这个牵扯到案情 所以没有办法对着摄影机说 我真的没有要求刑警官给予我什么帮助 刑警官是我之前认识的 通过别的事情 我们也就是一面之交 后来刑警官带着其他的警察 来买我们的产品 这个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我自己也真的是不知道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没有动用我的社会人力资源 好 那么作为同组的富大龙选手 你可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我觉得首先呢我要澄清一点 张三这么做是他的个人行为 虽然他的出发点是好的 人之常情 换了谁谁都会去 换了我换了你 你们都会去的 但是呢这是在比赛 比赛毕竟是比赛 我为这件事情呢也阻拦过他 我们俩甚至还要吵起来 我觉得虽然说这个行为是张三的个人行为 但我也有一定的责任 我没拦住 反正评委看着办吧 好的 好 下面 对不起 我想补充一点 大家在录像里面也看到了 那个时候大龙一直想劝阻我 中途离开比赛的确是有一些不合适的 毕竟他影响了比赛 那我想说明的是 不管评委做出什么样的判定 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跟大龙是没有关系的 我一人做是一人当 不要影响他的得分 好 我想请问三位评委老师 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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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